下面应受到一些不庄严的道场和僧人的影响感到迷茫 不能精进 这请司服开始 这个情形在现在社会里面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遇到一个真正善之时 古人唱讲 那是缘分 这种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 真正求善之时 我们做学生的人求老师不容易 老师告诉我 老师要一生找一个真正好学生 更难了 他到哪里去找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都是蓄世的缘分 过去生中有缘 这一生才遇到 三宝加持 做真相缘 遇到 遇到之后 成败的关键 就在沉浸 这两个字 英光大师讲得很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二分沉浸 得二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你对老师要真诚 对老师要恭敬 为什么呢 真诚恭敬 才能接受 老师讲的 你会一教风险 所以真诚心 这个 显示 就是在儒教修行 你对老师越真诚 老师讲的话 真的就跟圣志一样 你会很努力 把它做到 这个叫真诚 如果老师讲的话 不愿意去做 扬奉 因为 那就是一点诚意 都没有 没有诚意的人 不但他得不到利益了 老师讲的实际上 他没听懂 真的听不懂 所以事处事法的学习 都在沉浸 印族讲的这两个字 讲的太好了 真的是关键 那么尤其是在末法时期 善知识越来越少了 真正善知识 他不肯承认自己善知识 不肯承认 我学的东西很少 不值得你们学习 一下都退出去了 如果那个人说 我狠心 我什么都会 什么都痛 你跟我学 这个靠不住 这下知识真的是 非常情绪 我跟李老师 李老师跟我说过多少次 我的能力 只能教你五年了 那五年之后 我就教不了了 情绪 那教不了我怎么办 找 硬光大使 硬光大使不在了 文朝在 你天天度文朝 一教奉行 你就是硬光大使的学生 这个是真正善知识的教学 那么也算是 给我们指出一条名路 现在如果我们不认识善知识 我们找不到善知识 怎么办呢 找古人 古人跟我们最近的 硬光大使 你说我们想学米陀金 米陀金 欧夜大使的要解 好吧 专门学要解 就是以欧夜大使为老师 那专门学苏超 那就以廉池大使为老师 决定成就 那跟 在老师面前 没有两样 真的是依教奉行 读他的书 依照他的教导 努力认真去学习 这个叫私塾弟子 在中国头一个 是孟子 孟子学孔子 没见过面 孟子求学的时候 孔夫子就过世了 没见过面 但是孟子的学习 成就 超过孔子所有的学生 你看现在我们讲到儒家 讲孔 没有讲孔言 没有讲孔真 真子严子都不提 口梦 孟子学的成就 超过他当时所有的学生 这个道理 要懂啊 你就会找到神知识了 今天我们学佛 我跟大家介绍的 李老师介绍我的事 叫我学阴光大使 我介绍大家了 你们学无量寿佛 我介绍你的是大臣无量寿佛 那个老师就是无量寿佛 就是阿路透佛 你跟他说那怎么会错你 无量寿佛 是夏年居老居士的汇集 决定不要怀疑 你要怀疑 那叫大错特错 黄念族老居士的诅解 诅得好 真的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修行功夫 都在那个大经济里头 这个本字我讲过很多遍 最初好像是两三遍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黄老居士的书记 我是以李老师的 没做 他讲过一遍 那是就是在经文旁边 注的几个字 分量不多 我是以李老师为主来讲的 以后看到了黄念族老居士的出击 我非常佩服 我知道他一生的心血 都在这部书里头 很难得 所以以后的这个几次讲解 都是用黄老居士的出击 那么这就是末法时期 我们如何去找善知识 末法时期的修行 确确实实 真正成就不在道场 道场人都 兴乱 扣杂 往往的时候会产生障碍 所以真正修行 是你自己会用过 每天读经念佛 不要跟人接触 跟人接触 是非很多 我能保持这个清净心 四十年不看电视 四十多年 不看报纸 是个杂志广播什么 通通不解释 为什么 那全是污染 你看了之后 你有没有能力 心里头不落印象 若有这个能力 那只好拒绝 才能保持清净心 有时间度佛经 度佛经 就是跟佛往来 听佛的教诲 你就不会错 听久了 那个眼睛也放光了 我们这两天讲到 这个这个这个 讲到放无量光啊 放光什么 你看人看死 看得非常清楚 看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他做错事情 还不能讲他 为什么呢 他心量很小 不能接受批评 你一讲他 接上冤仇 错 让他错 堕地狱 让他堕 等到地狱最受完了 再去堕他 不止 你说现在是 现在不行 世界应运没到 反而制造更多的麻烦 这个是智慧 他吃尽苦头了 他回来求助了 你讲话 你讲话他听 没有尝到苦头 没有尽地狱苦地狱苦 你怎么劝他 不相信 他还说你露锁 他还说你挖苦他 你好心对待他 他有我的心去想想 把你的好心全想成坏心 所以这个我们读得要懂 能说的要说 不能说的 确定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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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